哈喽,我是小伟,我现在在老卧的首都望向 现在早晨已经来到工地这里了 工地上公园挺多的 但是他们没有开工啊,没有正式开工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工地上面的地圈梁和那个地平是一起做的 因为昨天下午之后 包工头告诉赛苏达 然后我们要去买那个干净碗 就是铺在地面上的 它需要的面积大小是130平方米 所以说那个刚好是用在地面上面的 然后到那个地圈梁的时候 可能就和那个倒一整块了 现在准备进去看一看 今天早晨还下了一顶小雨 这工地上面有六个人 有那个小包工头在这里指挥他们怎么做 还需要全刷 昨天晚上没有完工了 昨天晚上这个盘边全面还没有做好 今天早晨继续在做 这边还在继续拉刷过来 还会把它加高一点 那边正在做那个模板 给大家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有人提到了 我这个工地的基础全部是用沙停的 没有用土停 觉得我这样做太奢侈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老屋这边 沙点那个土还要平移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上面记录的是我以前拉土的时候 拉了27车土 总共花了1755万脑币 由于这个把土停平的时候 那个司机把一根柱子撞坏了 那个围墙的柱子撞坏了 让他赔了15万脑币的修理费 所以总共花了1740万脑币 1755除以27就等于65万脑币 65万脑币一车土 但是这个沙只需要50万脑币一车 所以用沙别那个用土更加平移 这一点可能是大家无法理解的 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看到没 应该看得到雨点 现在第一圈年的这个模板 全部做好了 他们还在做那个厕所洗澡的地方 把它围一个圈子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的话我就准备先回去了 回去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生活用水的管道 我猜测他们可能是直接从那个 旁边接一个管道留在 留在那个小巷子 小巷子可能有一条流水沟 可能就直接留在外面去了 目前是这样猜测的 这边还有一些管道呢 还没有用 还有好几根 两根小的 一根大的 所以说这个生活用水和厕所的水是分开的 现在准备回去了 回去吃饭了 下午再带大家过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在藏母娘的快餐店吃完饭了 现在来到了一个五斤店这里买了个干净碗 赛斯达正在给这个干净碗的图片给老板看 这里多少请一个 赛斯达正在给包工头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 这个老板他盘定还卖这些瓦瓦 还卖鲜花 这应该是个五斤店 这一百七十万 刚才赛斯达问了这个老板价格 五十平方米需要多少 它是二百二十万 二百二十万 五十平方米 一个一个是二百二十万 这里我问这个是一百七十万 你问其他的是一百七十万 那还有一百四十二万的 对 刚才我们在这里问的价格比较贵 然后去中国店铺问一下 现在准备出发 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店铺这里 我们在这里买过干净 来这里问一下老板这个价格 赛斯达正在问这里的工作人员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种的 和图片上面一样 这种很小 这个很小 我们首先问是小这样的 是小的 一般也是这种小的吧 刚才我们在中国公司这里问了 那个六号的干净 他们这里没有只有四合八的 八号干净又比较贵 包工头愿我们买的是六号干净 现在准备再去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 中午买那个干净网的时候 我们问了三家店铺 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家 不用直接过去看啊 是电话联系 然后直接给他转站就完成了 干净网已经买好了 然后在家里休息了一会儿 下午三点多钟一起船 发现外面一直在下雨 现在还在下 今天下午可能去不了工地了 现在已经四点多钟了 还在下雨 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五点二十了 下雨下的比较小了 我已经来到工地这里了 工地上面一个人都没有 进去看一看他们做到哪里了 走进工地之后 这一幕让我非常惊讶啊 之前有朋友提示 我在这个地上面铺一层那个东西 防止那个下面反朝上来 看到他们已经 给我们想象中做的要好啊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里铺了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 应该是起到 防潮的作用吧 现在上面已经都做好了 那边的木板 还有这边的 然后我的那个干净网也已经买好了 到时候干净网在这里铺 在上面全部铺好 直接就是整体浇注了 地区粮和这个地面凝固在一起啊 那这个地基就是非常牢靠的了 这样的地基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啊 今天买了个干净网 还多买了60根10型号的那个挪文干 总共花了900多万 3000多米接近4000人了啊 大家觉得这个接近4000人 花的划不划算啊 刚才下午在这里直播了一个小时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六点半钟了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进驻师傅过来 告诉我明天这里开始 浇那个地圈连浇水泥 地圈连和这个地基是整体一起浇注的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是小伟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